美国锡股银行爆雷 所以升息预期瞬间大幅降温 但升息是为了打通膨 现在烦然的高通膨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所以联准会面对双台夹击 现在应对起来是格外的棘手了 我们来看看通膨还没有解决 但是又怕几对潮发生 所以到底谁更急呢 说到通膨现在的问题 就是就业市场还是强的不得了 所以在就业市场充满任性 在动薪资上涨之下 美国今天公布的CPI涨幅 依然远高回联准会 2%的目标 到底哪件事情该优先处理 银行业的挤兑危机 还是要专心升息打通膨呢 现在官员是面临艰难的抉择 我们去从上周五公布的非农来看好了 非农依旧成长的是非常的强劲 过去一年多来持续强劲成长 这个90万是在去年2月 新增人数突破了90万 代表巨月市场非常非常热 那后来虽然成长是明显降温的 但几乎都还是在大概这个位置 也就是20到40万之间 30万人以上 那今年1月呢 本来预期的是18万人 但是你看今年1月的时候 竟然是超过了50万人 我们就为你讲过了代表的 这个美国军事场很旺 而2月的非农机人口呢 数字呢 还是高于市场预期的 20万是31.1万 虽然没有像一月这么强劲 但表现是优于市场预估的 20万人我刚刚提到的 那为什么现在还是那么热呢 我们上次有讲过说呢 美国科技一直在裁员嘛 是因为过去在疫情期间他们招了非常多的人 所以财的比例很小 那科技的裁员就是市场却没有降温 因为服务业忘得不得了 我们从各个产业的职缺数来看 休闲啊 参与产业这些职缺人数 不断不断的攀升 现在的需求呢 比2020年1月需要的职缺需求 多出了八成以上 就是说呢 在这个服务业 他们需要很多很多的人 那相较之下 不动产还有营介业 因为受到联储会升息 冲击房市影响 职缺数是快速减少 目前比起疫情前多出的幅度 缩小大约是三成到五成的附近 而收到了 再来是白色条件 就是职讯科技业了 职讯科技的职缺数量 这两个月是大幅减少 从在疫情前多出六成以上 到现在只剩下大约一成左右 因为科技业持续在裁员 可是这些市场热度不减 那服务业很多 基本上就是领这种现金的 所以他就会再度推升薪资嘛 因为我既然很需要人 我就要用更高的薪水来请你来 我们报道很多次 这就是薪资跟通膨的 通膨的恶性循环 叫做互相拉抬的恶性循环 那回到去年初呢 美国的劳工凭据薪资年增率 大概在这个位置 一度是冲到将近6%的超高水准 后来连续好几个月呢 也都一直维持在5%以上 就连上周五最新公布的数据 也都还有4.6% 甚至呢上个点点是1月 也就是说呢 比起1月的涨幅是 再次扩大的 再在数据都印证 通膨还是会在高位 因为美国的据据市场 还是非常非常的强劲 就像我上大了 我上下来